就是我爸去世的時候 那個暫亡之後 我媽媽等於是從那個市裡的醫院 她說沒法救了 然後你弄回來吧 前後就差10天 我感覺就是真的是 就是沒有希望了 高三的上半學行 我媽媽查出了急性的白血病 白血病裡面有一個型號叫M3 就是換那個骨髓可能都來不及 而且那個醫生也說得特別直接 他說你們家如果有牛啊有房子啊什麼的 都不要賣了 這個病是沒法治的 李嘉誠的弟弟是同型號的病 然後李嘉誠花了兩三個億都沒治好 當時就腦子真的是一片空白 而且我是想辦法 然後看看能不能改變這個事實 然後我跟我爸一塊陪著去的 確診之後我爸就嚎啕大哭 然後他整個人就完全就不在狀態了 我爸他就感覺這樣的話 他活著也沒什麼意思了 他就自己一個人在家 我帶著我媽去看病 我那時候18歲 我爸後來就是說他自己在家想 就老會亂想 因為他本身就有抑鬱 從他二十多歲的時候 然後被診斷是那種間歇性精神病 但是我在現在看來他其實就是抑鬱症 他自己在家亂想了之後 他就吃安眠藥想自殺 然後前兩次吃的都是安眠藥 我回去的時候他在那土白沫了 因為那個安眠藥他只是多睡幾天 然後那個洗完胃之後就回去了 那些紅酒 也不是抑鬱症 然後這只是牠絕對 他就是豪華 那些白沙 以後然後這裡是個派對 有很多人在家 是不是挺好 我能在家里 我 Geez 有一天 是 他很想問你 允許 那些紅酒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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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在状态 从来没有那样过 一点都不想做了 就是赶紧想出去 但是为了那个毕业证 又得坐在那 我挺自卑的 然后我都躲着 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 问这个事情 跟我都是细皮笑脸的 但是我其实还挺害怕的 感觉大家都是挺刻意的 其实他们也挺想知道 我那段时间过得怎么样的 但是他们都不敢问 但是他们都不敢问 而且我觉得大家都帮助了我 我就觉得还欠大家的 有点那种心理 就是过完那个暑假 然后我从我那个朋友家里出门的时候 然后我那朋友不下来送我 他说那个送你我就不送你了 然后那个你要回来我去接你 我知道他的意思 他就是说你混不了两天 马上叫回来的 回来我再去接你 我们在一块儿打游戏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 我拉着一个特别大的箱子 然后在他们家楼下 就跟他说 我说那个你不用来送我 我说我自己能行 然后就这么跟他说的 那就2011年 2011年的暑假 12年了 我来北京就是有一个朋友接我来的 他就带我去租了一个 南三环宋家庄那边的第二十年 还是地下二层 就是我看那个电视里 就是说北京房子贵嘛 然后去当个中介吧 就看了好多豪宅 好多房子 当时就定了一个目标 就说那个30岁之前 要买一个三居室 要在三环以内 当时也是因为做中介 看到那个非你莫属的那个节目 在那个五八同城上招聘 最后就选上了嘛 最终是那个巨美优品录取的我 这次正式说 这是最小的 19岁 92年的 92年的 愿意做销售 愿意 你有什么能力做销售 我 能加班 能吃苦 我选择巨美优品的活动自行 就是当时也是有赌的成分吧 就是说我没有学历 要找个工作非常难的 我特别清楚 第一件事 我就是搬了一个 离公司近的地下室 我跟部门的老大说 我说那个你有什么事情都让我干 什么杂货累货都无所谓 我是学得特别快 我是大概三个月 我就是整个部门最懂化妆品的人了 他们有一大堆的货 然后让我去理 然后我就把那堆货给理明白了 然后每一个去摆头查 我就每个都记住了 全记住了 我连条件码都给他记住了 券臂啊 克顿啊 就这种同款的东西 它都长一样 它条件码肯定不一样 经过所有的工作 包括我们促销什么的 就是接触了这些产品之后 我就发现就自己是半个 就是这种产品的专家了 包括老板就是陈欧 知道我靠谱 他特别爱吃了一个川菜馆 那个地方不让你提前订做 就要去站座 站座都派我去 就因为我一定能给他这个座站到 我说我就先去吃 我吃到你来 就是这种小事吧 然后对我自己的成长也特别大 因为这么大的老板 亲自来给你指导 然后那些人也是无一余力的 给你传授他们的经验 我升职特别快 就是去了半个月就给我转正了 后面的话就给我升到专员 专员给我升到经理 我们有一些项目奖金还挺多的 就比如说我卖货啊什么的 我一个月最高拿过六七万 所以就是直接就从电视搬出来 然后首先是我先把家里的那些 亲戚的债都还完了之后 我就开始花钱了 诺基亚就换成了最新的苹果5 吃最贵的自主餐那时候还是金钱爆 然后直接就冲五千块钱 就是我出去玩一年玩二十多个地方吧 然后包括去外面玩自己都住五星级酒店 真的就是觉得这些年太苦了 我得放松放松奖励一下自己 然后一奖励就奖励上瘾了 赚的钱就基本上全花完了 而且就是我爸妈那事吧 对我一直会有影响 因为他们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我就觉得也不知道意外和那个哪个先到 现在实现了一半 因为这是四环 然后对 就是也算是实现了小梦想 但是我的就是更大的梦想 可能是还是想住一个别墅 这是我刚来北京的时候 就买了一个别墅的模型 然后我就搬家都搬了十回了 在哪我都带着它之后 我就感觉心里有个梦想 然后最终如果能实现的话 就是最好实现不了 我可以去老家弄一个这样的别墅 反正我一直挺喜欢的 然后跟了我大概有十年了吧 我是一二一年领的证 准备是今年办婚礼 那时候领证那年 就把那个媳妇带去那个墓地了 就告诉他们嘛 就是说现在都挺好 然后也找着那个媳妇来 然后我爸就是给我一个标准 找媳妇标准好看 就说你漂亮的就行 然后你自己喜欢就行 就这样 我有什么事 我都会去那个墓地跟他们说一下 我每年都会回去 而且运气会特别好 就比如说 我给他们修了一下那个坟 原来只是一个土包 然后给他做上了那个石狮子 什么的 然后我就来这边又升职加薪 项目又成功 然后又报了就那种的 就是有不顺的地方 然后被人就是被人打压了 然后被人就是说坑了 都会跟他说 然后有什么愿望也会告诉他们 你会梦到吗 经常会梦到 梦到都是好的一面 梦到小时候的也有 就是他们就是骑那个两个人的自行车 然后我就坐在后边 还有就是梦到吃更好吃的东西 对你对父亲其实没有一点愿意 对没有的 就是我爸因为他自己对家里 就是非常正面 我说了他没有不良嗜好 就是在小地方这种很难的 哪个人不打个牌 喝个酒抽个烟呢 是吧 他一样不碰 抢救的时候他跟我聊的 他说他不想成为我的牵绑 他想我去更远的地方 就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他一直想做各种生意 他都没做得特别好 他其实挺自责自己有这个病的 他也知道 他在妈妈这件事帮不了我 他很自责 所以我不会怪他 他给了我这样的成长 我也挺感谢他的 所以我成长得这么快 也是因为有这一系列的原因 而且就是你碰过这么大的事情了之后 后面碰到任何的紧急情况 都会特别冷静地去分析 不会说就是马上就特别着急 乱成一锅粥 而且每一步真的就是 来北京这十多年都很顺很顺 25岁的时候 等于是在这个第二份工作 等于是行业第二的公司 挖你去做他的业务的总监 然后去了那边的话 我把那个梁子挑起来了 然后他也是个主管上市公司 我是整个公司最年轻的总监 特别平稳了 我涨起来了 然后也是从那一年拿到了年薪百万 挣着那么多钱了之后 跟他们说 我说就是买房了 然后这真的算是立柱了 本期受访者其实呈现的是一个 很堅韧且善良的一个状态 让我想起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很多的受访者 其实会不由自主地提到 原生家庭对他的创伤和影响 其实他的原生家庭 开局是非常痛苦经济遍地的 那为什么他现在还能保持这样一个 积极乐观一个勇敢的心态 影响因素到底是什么呢 感谢观看